大家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五,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观看更多视频 今天最重要的数据面,大飞农和失业率 7月份的失业率的公布值是3.5%,又下降了 7月份的大飞农就业人口是18.7万人,比预测值要小 这样的话,失业率再次降低,并不是美联储想要看到的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方向并不是很好,我们看一下分析 美国7月飞农就业新增,18.7万人 低于预期,创2020年12月来的最小增幅 美国7月飞农新增就业18.7万人,低于预期的19万人 7月新增就业人数创下2020年12月以来最低记录 飞农就业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低于预期 失业率降至3.5% 7月小飞农ADP报告超预期近两倍后 飞农报告意外暴冷 新增就业显著低于预期,且创下两年半以来最低记录 美国短期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减少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压注 8月4日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7月飞农新增就业18.7万人,低于预期的19万人 6月数据从20.9万下调至18.5万人 7月新增就业人数创下2020年12月以来最低记录 飞农就业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低于预期 其中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医疗保健、社会救助、金融活动和批发贸易领域 有媒体分析指出,5、6月份数据被大幅下调 5月份数据从33.9万人下修至30.6万人 6月数据下调至18.5万人 或许大小飞农就业数据间再次打架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操作数据的痕迹 数据显示,7月美国失业率为3.5% 略低于预期的3.6% 失业人数为580万 7月份变化不大 自2022年3月以来 失业率一直在3.4%至3.7%之间 在主要的工人群体中,7月份亚裔的失业率下降到2.3% 有分析认为,现在让美联储感到头疼的将是失业率意外的从3.6%回落至3.5% 工资继续稳步增长,平均时薪同比增长4.4%,略超预期的4.2%,环比增速维持在0.4% 分析指出,小时工资比预期的要高,这完全不是美联储想要的 无法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保持一致 美国互助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史蒂芬·J·李奇表示 今天的就业报告表明 美联储为对抗通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正在开始削弱强劲的就业市长 疲软的就业报告可能被视为经济增长放缓的先兆 到目前为止,美国强劲的劳动力似乎一直未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然而,如果就业增长持续疲软,且失业率上升 有关经济衰退的讨论可能会再次升温 股市可能会回吐部分涨幅 尽管更广泛的迹象表明经济可能放缓 但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失业率将保持在低位 而这对美联储继续努力将通胀率降至2.0%来说是有利的 与9月会议挂钩的掉期稳定在加息6个基点左右 暗示美联储将进一步收紧政策 与11月会议挂钩的掉期利率显示加息11个基点 暗示市场倾向于认为今年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几率不到50% 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Fetwatch显示 市场认为美联储9月继续加息的概率不到20% 美联储的波斯蒂克说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 无需进一步加息 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波斯蒂克表示 美国就业增长正在有序放缓 没有必要进一步加息来缓解通胀压力 我曾预计经济将相当有序的放缓 18.7万这个数字显示这种趋势正在延续 波斯蒂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感到满意 预计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结束 波斯蒂克发表讲话之前 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 企业的就业是稳步增长 尽管上月18.7万的增长 跟年内早些时候相比大幅放缓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这显示经济可能正在走向软着陆 为了把居高不下的通胀率降下来 美联储一直致力于把经济增长率 降至长期趋势水平以下 波斯蒂克称 美联储处在让通胀率回归2%目标的轨道上 可以通过把利率长期维持在当前水平 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当前处于限制性立场 随着通胀率继续下降 通胀率和利率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限制性程度实际上在提高 他表示 因此 我认为这将对经济构成足够的限制 经济将继续放缓 但我认为这不是两个月或三个月的事情 我的预期是直到2024年 我们都将处于限制性区域 这只是需要一段时间 波斯蒂克称 波斯蒂克表示 他并不担心最新就业报告中工资超预期 工资仍然强劲 我并不意外 他说 在整个高通胀时期 工人工资已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落后于通胀 因此我们仍处于追赶期 我预计我们还会看到强劲的工资 波斯蒂克表示 他在评估美联储政策时密切关注通胀报告 上周五的报告显示 美联储注重的通胀指标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6月份是同比上涨3% 为两年多来最低增幅 苹果营收三联降 华尔街仍有投行继续看好 由于整个消费电子市场持续低迷 削弱了对智能手机 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的需求 苹果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销售下滑 且类似情况 预计将延续到第四财季 财报公布后 多家华尔街投行调整了 对苹果的评级和目标价 以下是部分投行的调整 继续看好的投行有 花旗将对苹果下个月发布的iPhone15 开启积极催化剂观察 投行Wideboost将苹果目标股价 从220上调至230 C将苹果目标股价 从185上调至205 巴克莱银行将目标价 从149上调至167 而看跌的投行 有摩根什丹利将苹果目标价 从220下调至215 投行R将苹果的评级 从买入下调至中性 另外亚马逊 这个业绩发表之后 获多加大行上调目标价 Nitheim将亚马逊目标价 从150上调至160 华旗从145上调至167 Wideboost从146上调至177 美银从154上调至174 摩根什丹利将亚马逊 从150上调至175 摩根大通从145上调至180 瑞信将总目标价 从176上调至189 好这就是这两天 苹果和亚马逊的一个调整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下跌0.6%左右 我们看到今天的K线 受到今天数据面的影响 首先冲高了一下 对吧 它冲高 它测试了咱们横线对应的阻力区 对吧 原来在这里是一个支撑区 跌破 那么今天呢 再次测试了一下阻力区 发现沙漠区又砸了下来 砸到了我们下面这个支撑区附近 那这样的话 此轮回撤正在进行中 至于回撤的深与浅 想必大家内心也有一定的倾向了 那对于多头来说 我们近几个交易日吧 都让大家叮嘱啊 这个这个上涨趋势线跌破的时候 多头呢 至少要做减仓的处理 以应对可能的一个深度回撤是吧 那么目前看来今天这根银线似乎啊 对于深度回撤的预期呢 我们要增加一些概率了 对吧 好在啊 今天全天的收涨呢 收跌呢 并不是很大 应该还是来得及啊 这个处理掉啊 或者是卖掉 对吧 做空 或者是这个做空 对吧 也可以不做空哈 我们呢 也已经把这波下跌的这个下跌小趋势线给画出来了 那我们后续呢 要观察它止跌的一个多重啊 这个止跌架构啊 比如说双重底 对吧 比如说这个陡峭下跌趋势的右侧点位的止跌架构 再做新的一轮 有人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像大空头所说的继续崩盘 有吧 为什么不可能 他直勾勾的上涨 他也可以反向直勾勾的下跌啊 这就是直勾勾运动的特点啊 你看之前这个熊市 他不直勾勾跌 直勾勾涨 直勾勾跌 再跌再涨 这不有这种情况吗 那当前为什么不可以直勾勾的下跌呢 当然呢 在下跌的过程中 相信相当多的多头 不认为有可能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个下跌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此呢 我们后续呢 要关注对重要的水平支撑区和重要的上涨趋势线的一个测试情况啊 看他反弹的一个力度 那如果反弹的力度过于弱啊 那么他垂直或者是震荡下行的概率就会提高 对吧 嗯 说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窄幅横盘的呢 一切皆有可能啊 所以我们对于重要的洗盘行情啊 的预警呢 就是让大家啊 适当的减仓或者离场 以应对啊 这个各种复杂的这种洗盘行情 我们看一下周线的表现 本周周线的呃 这个K线呢 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个K线 对吧 这样的话啊 这个稍微啊 给一些啊 震荡下行或者是无序震荡的概率还是有的啊 啊 因为啊 他在历史高点附近啊 他要洗一下盘啊 洗完盘之后才看啊 能不能把这个历史高点给凸上去 对吧 好 我们再看这些啊 这样的话 是吧 这波洗盘已经正在进行中了啊 比如说下周肯定可以弹起来啊 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啊 只能说啊 这对于对于起盘行情 我们要叫中性耳边小悲观一点会好一点 说他万一暴跌跌到更深的位置呢 比如说4200呢 跌到这个中间这根横线这 更好啊 反正我是发出了卖出的指令啊 它跌的越深对多头越好 比如说还没来得及卖呢 千万别跌那么深啊 那就要看你 你想要怎么做了啊 反正波段交易就是啊 这两天至少要做卖出的处理啊 或者是减仓的处理的 后续即便是横盘 我们也来得及去做新的一轮的多头 那万一它是深度的呢 对吧 当然了下边要一步看一步哈 一步啊 就是说下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吧 好 这是标普 我们要感受一下纳指 今天纳指也是下跌了一些啊 大家觉得今天这个日线 是不是意味着啊 这真有可能是一个双重小顶 然后呢 哎呃 这两天是回踩这个双重顶的这个颈线位置 那么后期呢 至少要走一个等距离位吧 你看 你反过来 这不就是m吗 等距离位往下跌 跌到这啊 那如果悲观的话 它就有可能震荡下行 是吧 当然啊 跌到这的时候还会有 呃 这根长趋势线对它的一个支撑 那么后期也有可能弹起来 但是 只要它啊 有震荡下行的姿势啊 态势 那就会有空头会预期继续往下跌啊 也就是说啊 即便是弹起来 也会有空头继续加仓啊 做空的 对吧 所以市场也不可避免的会提升 对震荡下行概率的预期 因为它也是直勾勾的运动 它也可以继续直勾勾的下落 是吧 比如说落到中间这根横前这 是吧 当然这一切啊 都是猜测 那么对于重要波段的一个 暂时性的中间呢 啊 做卖出的处理是 是后看你是正确的吧 嗯 那么后续呢 啊 可以去呃 慢慢的去等待直跌架构 那很显然 现在没有直跌双重底吧 也就是说 这刚人家刚刚开始洗盘啊 你不能说刚刚开始洗盘 下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下周一就立刻就 做做强势多头啊 即便是下周一是大阳线 也得二次回落直跌 对吧 形成一个双重底 我们再去做多段 所以现在呢 啊是一个空头架构 至少是一个啊 上涨过程中的回撤的 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们感受一下周线 嗯 本着周线也是比较强势啊 把前两根周线给吞没下来了 对吧 嗯 那么后续呢 至少要去测试一下 这根长长的上涨趋势线 那么不妙的话 就要去往下低啊 就大型的洗盘 或者是 当然也有极背 极背弯的情形 就不断的就恢复到大熊市啊 那种情形我们也要考虑到啊 在目前看来 我们的第一假设 仍然就是趋势范围之上的回撤行情 直到他去砸破这根长长的上涨趋势线 我们啊 届时呢 再看反弹测试的情况 再去预期 是吧 一步看一步 好 我们看一下道指 道指呢 今天也是冲高回落 盘前我们也给出 如果今天是阴线的话 应该继续减仓离场 等待进一步的下落 那么在周线图示范围上啊 今天啊 也是啊 本周呢 也是一个回落k线 下跌k线 我们看一下小盘古 小盘古 下跌的幅度不大 但是啊 它这个架构的感觉 和我们的其他图示类似啊 都是啊 有一种进一步跌的感觉 那么多头呢 可以继续啊 观察 下周一 如果现在颇位 就要离场了 好 感受一下周线 周线也是个阴线啊 好 这就是本周的一个复杂性啊 本周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本周 有重要公司的财报 有黑天鹅事件 还有啥呀 还有大非农数据啊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苹果今天大暴跌 大家说啊 我们的波段交易 是多么的重要 对吧 波段的卖出 这及时性是多么的重要 是吧 宁可相信啊 是悲观的 为什么 因为左边这个上涨波段太大了 是吧 你宁可相信啊 黑天鹅是有可能正确的 是吧 当然那些空头 啊 倒是不是特别准啊 但是那些空头的声音 不是特别准 但是呢 啊 黑天鹅事件还是有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啊 由于啊 这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 然后呢 小幅冲高 再次啊 往下砸 这是一个对他来说 跌幅非常迅速的一个表现 加来呢 他指跌呢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吧 所以我们后续呢 要观察他指跌的一个情形 如果连苹果都不愿意指跌 那那那那市场 那就是震荡下行的一个态势了 也就是说呢 相对于左边这个大型的上涨呢 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深度回撤啊 才有可能指跌 明白了吧 因为空头憋了很久了 憋了 憋了八个月了 是吧 空头都死掉掉了哈 都已经受不了了 都要转转多投降了 是吧 转为多头投降了 届时呢 我们啊 说要破位离场 那那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多头 破位之后我们变成空头了 而他们啊 转为作为多头啊 他们又是反着的一方 也就是说市场永远有一股力量 与我们的方向正好相反啊 我们看涨的时候在做都啊 我们啊 要卖的时候 他还要看涨 有这种力量吧 你看 对吧 我们方向事后一看 又对了 对吧 对于苹果来说哈 想要指贴呢 啊 需要啊 反反复复试试 因为今天这根啊 K线包括这个缺口 还是比较强的啊 好 我们先看一些特别的果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啊 或者是期划链相关的 那对于IoT来说 今天是根阴线啊 啊 有下跌的这种概率了啊 所以多头呢 应该减仓或者离场 我们同时呢 把这个下跌区势线画好 你看 对吧 横盘了这么久啊 终于啊 今天进一步下落啊 所以啊 市场还是有洗盘的一个需要 多头呢 可以等待 这根下跌区势的右侧再去做了 对吧 我们这个移动止损呢 已经被破位了啊 好 这是区块链相关的 大家要注意 我们再看一下 AI这个股 AI这个股 我们近期预期 它是一个复杂的洗盘 目前呢 由于大盘在回落 可能呢 它也不会 立马就启动多头了啊 所以多头呢 可以把这作为一个止损点 跌破的话 把这个小平台区域啊 作为一个止损点 跌破的话 就离场 等待后续的止跌 再讨论啊 因为大盘现在还没有止跌啊 所以 当然它不不跌破的话 就不用离场啊 我们看一下老股 UPST UPST今天下跌了一跌 一丢丢哈 但是还没有跌破 我们的趋势线 是不是和我们的罗素啊 表现的类似啊 所以罗素是在下周一看 向下破位还是止跌 注意市场是轮动的啊 那如果科技股跌了 这我们小盘股也不一定完全跌啊 当然啊 当然小盘股下跌的概率也是有的 对吧 所以UPST 我们要注意下周破位的情形 在这里 好吗 小盘股和科技股略微有所不同啊 和这个我们这个纳指相关的略微 有些不一样 在破位的边缘啊 还没破啊 那么coin呢 也是这样啊 那么还在下落 我们上次呢 给出一个回撤啊 这个下跌 设计线的右侧点位 还没有给出 多头呢 应该离场啊 等待右侧点位 再去重新做一轮的多头 注意要做波段交易 有人又提到税务问题了啊 那你觉得是先把钱放兜里 多加点税好呢 还是把利润吐回去 未来少交税好呢 你自己去判断哈 现在是超级牛市吗 不是 好 那么对于木头节加仓 这个也要注意哈 我们再可以画一个小级小圈线 可以减仓或离场 等待新的一轮的止跌再做 这个呢 也有点中小盘股的感觉哈 一步一步的做 AMD呢 AMD今天是阳线哈 所以这位置 也要等待右侧点位再看啊 能不能支撑住 如果不能支撑住 继续跌的话 可以把这个支撑区作为减仓位了 对吧 他其实已经洗了好长时间的盘哈 我们看一下我们关心的亚马逊 亚马逊多头可以适当检查哈 如果他后续回落 甚至跌破的话 往下跌的话 那那个 那就 那就可以留点利润 对吧 你看今天是冲高回落 虽然是收涨哈 但大盘有点不妙哈 所以要注意 是不是要继续跌下来 对于 我们的 这个谁呢 特斯拉 特斯拉来说 今天是阴线吧 所以呢 我们说啊 这个下跌的右侧再去做多 会更好一些啊 那么他也完全有可能继续跌 对吧 你看他可以直勾勾的涨吗 他也可以直勾勾的跌吗 是吧 有时候回撤稍微大一点 比如到210亿的哈 那这回撤就 八九十块钱啊 那就不少了 百分之 三四十的回撤呢 对吧 当然他也可以横盘啊 总之复杂的回撤啊 不要第一时间就去抄底啊 应该分批啊 一点一点的啊 经得住下跌 是吧 如果他横盘呢 我们也在分批可以买 就挺好 那对英伟达来说 今天也是一个阴线啊 目前还在我们的这个 长线趋势线附近进行博弈 那么他呢 也需要下周看啊 能不能下下破 也就是说多头的底线呢 在这个长长的上两趋势线下放 作为移动止损 好吧 注意图还是有一些分化啊 不同的图 不能千篇一略 但是呢 洗盘都在洗 好 我们今天先简单说这么多哈 我们呃 周六周日呢 将系统性的复盘一下 任何标的哈 也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好 我们周末再见 拜拜